作为香港设计业的开创者之一 他见证了香港设计业从萌芽到兴成的发展史 他亦相信艺术应该将文化延伸和传承下去 60年代后期正值是香港平面设计的萌芽期 外国平面设计师石汉瑞第一个在香港开业 很快就成为了香港数一数二的设计师 当时近帝强只是对美术感兴趣 但就阴差阳错地修读了设计课程 我读设计是不知道设计是什么的 我其实是想读美术的 那是打不撞 机缘考核我认识了一个老师他教设计 我要跟他学习就教了我设计 后来他加入了一间商业设计公司做设计师 1976年和朋友创办了设计公司 作为香港第一代设计师 除了学习管理业务 他也开始慢慢探索自己的设计风格 去打那些国际奖 因为那时是全盘西化地做设计 就是追潮流去做设计 是跟大师似无似样 但自己的个性不足 有一年第一次 是那年一连续是拿两个奖 是国际不同的比赛 那两件作品都是和中国文化有关 中国元素为近帝强带来大量灵感的同事 亦都启发他探求符号背后的意义 中国文化最有价值是什么 我们的文化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化 就是有包容、有承传 然后就启后 就是承先启后 这个是延续的 那我们有责任 今天是要承传昨天的文化精髓 而是再给一些 再新一点的不同的价值观 和文化的精髓下去 让后代去承传 不是看表面 背后里面都可能 应该有些 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的反应 除了文化的传承 近帝强亦都特别关心 业务产业的传承 和人才的培养 他的公司 涌现了一大批的业界桥楚 被誉为是设计界的少林寺 我们公司的文化 比较特别的 很少做一年半再走 很多起码的五年 有些是十几二十年 出了去又回来 是出了一个情景 是一个他们很喜欢 还有能发展的公司 这些东西都能发展 其中一位出色的员工 刘小康 现在已经成为 近帝强的合伙人 近帝强对合伙持开放态度 他的理想 是将公司造成一间 拥有众多大师的公司 有一位进来的公司 其实是不专业 我们公司做了八年的 刘小康 他可以是 当时我觉得他已经成熟 可以做个拍档 我其实很开放的 如果有第三个 第四个 是愿意留在公司 做我的合伙人 我觉得是欢迎的 深圳公司的展示 刘小康 他都很有潜质 可以做到独当一面 是我们香港代表性的设计师 高小康 曾经是刘小康的学生 毕业之后 进入了近雨流设计顾问公司做事 五年之后 曾经有一段创业的历程 后来他应邀出任近雨流设计 深圳有限公司的主管 他总结十年来 从近叔身上学到的精神 八个字 就是实试导师和严谨的态度 创意去做的这个 是我们肯定要做的一个基本 但是去做事情上面 就是你面对客户 你要做到他的要求 实试导师去做 也是很严谨 很专业地去执行 希望我公司里面参与工作 和合作的设计师 他可以领悟到我的工作的态度 和对设计的观念 和原则 而是他可以出去之后 都是一种成全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为香港打开了新的窗口 近帝强是第一批 进入中国大陆的香港设计师 他为中国银行做的 企业识别设计 成为中国大企业之中 企业识别的经典 九七之前我是大好友 认为明天会更好的 所以我是留在香港移民的 我是坚决要做中国设计师的 但是看到金融风暴 看到香港的美好的环境 被打烂了 很难再建立的 不是我这代建立的 是新一代建立的 因为我建立了的东西 结果是打烂了 我觉得是要寻求一些新的出路 十一五之后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出台 推动沿海城市区域 发展创意产业集群 近帝强和他的合伙人刘小康 落户深圳的田面创意产业园区 人数又开始不够十个人 发展到现在的三十人 我在市场的危机感是醒觉很多 所以我是很快 将香港公司缩小了 而是扩大深圳的公司 因为我觉得将来生意的重点 都在国内 所以我都希望香港有些员工 他能够接受的话 我希望他来继续在深圳公司做 但我可惜意欲比较低 社会学家呂大乐将香港人分为四代 以表现不同年代香港人的社会特征 近帝强属于第二代 而高少康属于七十年代未出生的第四代 他们的成长环境日趋保守 但入行的时候所面对的竞争就越来越激烈 我认为最大的不同 就是没有经历过黄金年代 已经接受了这个行业 是要从艰苦中奋斗的 一出来的竞争就这么大 门栏就这么低 原来个个都可以做到设计师 那你要如何Defensure 香港作为中国窗口的地位 越来越弱 香港标签的影响力也不复当年 偏地强敌的时候 和前辈相比 高少康更加注重 从市场和客户的角度去调整自己 他认为 作为一间在内地发展的香港公司 最长远有利的做法 是充分地本地化 留住本地人才 你长期都是香港人的管理 就是你内地的同事 会看到原来没位上的 他其实不会在这间公司也会做得长 你不可以永远是一个境外专家的身份 如果你要在这里去做的话 近帝强坚持以内地业务为重 亦都一直坚持维护行业的品格 希望年轻一代可以传承 和保护行业的尊严 我不搞关系 这个是另类公司 不合国情的 我觉得行规本来 就是应该要先去自己建立 人人去给回购给人 那你不给就没有份做那件事 那你给回购就去做多些生意 那是个人利益 但对行业没有利益 你不是去维护设计的价值 你不是认为设计是卖菜去格价 你不是设计好像一些交易 是可以桌底交易 对行业没有好处 那你对行业没有好处的事 你就不去做 除了自力于行业制度的维护 近帝强亦都很关注艺术教育 他早在1970年就开始做老师 2003年起出任 汕头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他相信教育的传承 亦是文化的传承 所有的文化工作和创意的工作 都不是需要食传的 盛传的科题其实 讲而来讲就是不分角度的 不分时空的 只不过是创作者 是在那个时空里生活 在他的生活的感受里面 去拿到一些营养 我相信文化是生活积累的 那些精髓叫做文化 所以在普通生活里面 他是有文化含量的 除了教学生、搞比赛、做展览 近帝强亦都著书立说 希望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培养出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新一代 可惜设计的价值 在香港较为公利的社会里面 得不到尊重 不利于艺术教育 因为香港是公利的社会 它是以太过目标为本 它是接近于职业训练的教育 这个不是大学教育 我们不是只要教导一个设计师 是懂得创作一件事 而是他应该有判断能力 是知道什么是好的设计 近几年香港特区政府 社会经大力推动创意产业发展 不过在近帝强眼中 整个社会还未意识到 艺术教育对全人教育的重要性 我觉得应该是从幼稚园 学前教育开始到小学、中学 成人教育、公共教育 一切的一个大的工程 就是艺术教育的全变性 近帝强说以后可能会退居幕后 他未来最想做的事 一样是艺术创作 而另一样就是教育 我希望有一天是不用强调 以中国文化为本 因为每一个地方强 即是在港语来说 都是在承传文化 你不会是一个创作者 割离这个时空 这个时空是延续的 不是割断的 它是有前因和有后果 将来我们这些东西 都是受将来的人类承传的 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国内的产业必须由原始设备製造商 向原创策略製造商转型 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 已经吸引了来自台湾和海外的竞争者 香港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优势 帮助中国通向国际 国际进入中国呢? 如果你说上大陆有什么优势 就要理解自己香港人 有什么核心价值在 有什么真正好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 你要问你自己 有没有比较过 现在大陆你们的同辈 你是有什么优势 近帝强在深圳公司的门口 挂着一幅水墨画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山外有山 他始终相信 艺术应该将文化延伸和传承下去 亦期望香港设计可以山外有山 人以身俱来就是艺术家 看看有多少个保持 所以艺术教育的意思是 将这些有的质素如何发挥 如何提升 而是誘導年青人 如何去追求非标准答案 工程中文字幕提供 航空到赶索 工程中文字幕提供 词词词词词词词